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话有老花姨敏南月季中苗 看一下 然后找了红色的斑 现在光秃秃的什么问题 现在这不是红色的斑呀宝贝 哪有红色的什么斑 你拉到第二张图片我就看出来了 这个就是光照有点强 有点晒伤啊 问题不大 适当的遮阳 你像广东啊福建啊 这种月季的话 适当的遮阳会好过于全日照的 好吧因为月季本身呢 它不喜欢特过于潮湿 哎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 真的是不用管了存在 现在就是光照略强 浇水薛薇拿捏一下 干了再浇啊 不干别没事 咔哒哒老浇水 因为咱们这边猛的一下来个阴雨天 就不行了 你像我们这也是有阴雨天 这两天我好多话都不敢浇 我们小块呼上去就浇 刘大帅种 桂花 然后 要什么季节分盆核实 此时此刻还在等什么 可以啊 现在就可以分盆了 好吗 不过个人觉得呢 还是买那种单刻的桂花 更好养啊 啊 价格的桂花也会更好养一些 分吧 分吧 没事啊 就按照我之前的视频操作就行了 问题不大 第三个话 有台湾的粉丝 我养的三脚梅 怎么都不开花 能帮我看看吗 这个我要跟臭宝 好好说一下了 三脚梅这个呢 这喜欢日照 就是光照尽量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呢 浇水稍微控制一下 等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啊 因为你老是浇水 它就光长叶子了 三脚梅有另外一种名字 光叶子花 就是不需要什么叶子 就光开花 明白了吗 简单的一盖它 现在就是可能是有点水多啊 我看周边都是潮湿的 然后呢 现在有一点点的缺乏营养了 台湾那边好像有叫那个 碧开花吗 还是叫什么 那个肥料 你们台湾那边有卖啊 还花多多好像也有 你找点那种肥料 通用型的 但那价比例都有的 好吧 薄薄的用上一些 别的没什么了 现在也不适合乱大鱼操作 可以用一些粪肥之类的 也可以啊 如果说有育肥的话 也可以啊 可以 别的没啥 你要想翻盆也可以啊 也该换个盆了 现在盆子有点小 长的时间太长了 会僵住的 因为他生长坑烟不够 下个错保 蓝月花长得容易腌 啊 这个很正常啊 很正常 因为晒的哈 干了也要浇水啊 干了也要浇水 干透了也要浇透 你用的这个木箱 是不是一浇水就会漏下来 如果是的话 一定要给一遍透水啊 未来几天光照好的情况下 你像我们这边阴天还那句话 稍微浇点 保证不死就行了 哈哈哈 光照好的话 多给一些啊 通风尽量的好一些 好吧光照通风又好的话 浇水就不怕 下个错保长树花 你看看咋的了 长树花没咋的 那很正常啊 少浇点水吧 保 你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浇 长树花是多肉类的 它抗汗能力很华赛的 好吗 下个三尾葵 净感叶子变枯了 是咋回事得病了吗 黑没病啊 黑没病的些个 如果说家里边有药的话 就喷一喷就行了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些个病菌了 这个没就跟人一样是吧 得个小小的这种皮炎啊 稍微抹点药就行了 家里边多菌灵啊 或者是小匪帽都可以用一用 当然要补充的就是长树花的这个花油 它可能是担心呢 它下面这个有问题 还是那句话 你水大了以后 它肯定会嵌着这伤口开始腐烂啊 还是说控水这一块拿捏一下就行了 别的没啥 绝不做就点个赞啊 有其他小朋友 你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杨花七三一 下期再见 白了